在流逝的时间轴里承载着许多记忆轨迹 曾经的旋律即将敲出共鸣 欢迎收听曲盘好时光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曲盘好时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锦钊 我是王超 今天一样要为大家来介绍 民歌时期的一些好听的音乐 没错 有一位音乐人到现在 还是非常非常的活跃 我最近也常在一些影视节目上 看到这位老师的演出 是吗 齐玉老师 齐玉老师 非常的有名 这个光是要介绍 齐玉老师可能要花十集来介绍吧 对因为他 他的作品太多了 他有很多的作品 而且他算是在80年代 非常活跃 非常有名的歌手 对一开始就从这个民歌的年代出发 一直唱到流行音乐 然后他的跨度也很大 他也唱了很多的西洋的音乐 没错 然后甚至这几年呢 在佛教的这个音乐领域里面 他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作品出来 是是 对啊 哇 那个跨度就随着他个人的心境来去做转换 然后产生不同作品 我觉得应该是年纪的关系吧 是年纪的 对 不是永远年轻吗 应该是说 每一个世代的齐玉老师 他的一些思维想法 或者是他看的事情 越来越宽广 对对对对 所以他想要做事情 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 想到齐玉老师 其实对我的第一印象一定就是 他跟李太祥老师在早期 这个明根的年代里面 他们所演唱的像三毛的 橄榄树 对不对 非常经典 还有他跟这个潘岳云老师一起合唱的 孟田 这些音乐 我都太好听了 而且 编曲上啊 各方面到现在 几乎都是经典 而且我觉得很难被超越 是吧 对 尤其 橄榄树啊 孟田啊 这个 其实我觉得齐玉老师他唱歌的 他的歌啊 其实应该是说 很多歌手不太敢去挑战 他的唱功太厉害 其实说真的 对 因为他的 他的唱功厉害 再来就是说他的 辨识度很高 对 对对 是不是 我在想因为很多的音乐作品 其实是这样 当你的 有一位歌手出来 他把他的一种 很独特的风味定型了之后 后面如果我们有其他的音乐老师 要想要再去重新诠释这首歌的话 他其实很困难耶 因为大家一定会把他拿来跟这个 第一个版本来做比较 没错 对不对 而且 这1978年他真的是靠 比赛 比赛 对 我讲的 比如说他是第一届的这个 明尧风的歌唱比赛冠冠冠冠 他是第二届的金蕴奖 歌唱比赛冠冠冠 是是 他在第二届拿金蕴奖冠冠冠冠 他其实演唱那个 John Byer的那个 Diamond and Rust 西洋歌曲 西洋歌曲 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那时候唱西洋歌曲 是不是都会比较受评审的 这个不太 这个没有比较过 其实我们也不晓得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在民歌的那个年代 其实受到西洋的乐风影响很大 对 在美国或者在国外其他的地区里面 他所 大家都是拿其他弹唱乡村音乐 烂调等等这些音乐 他其实带到了这个台湾这个地方来 其实大家都是接受世界来的养分长大的 对 所以演唱西洋歌曲很正常 对 所以你看到他在1978年 因为都冠军嘛 是 那代表他的歌唱实力就不被质疑了 当然 那1979年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 就是这个感染素 对 由这个李泰祥老师就 把他就是完全都是帮他设计 那我觉得他李泰祥老师也算是他的老师了 对不对 他制作人啊 老师啊 没错 没错 我就直接让他就是出道了 那再就开始一年串的 1982年啊 83年很多的一些专辑发行的时候啊 对 都开始有得到一些很大的认同 肯定 没错没错没错 特别是在1983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刚刚说对齐玉老师的第一印象 大概都会 大家就直接就跳出感染素 或是孟田这首歌曲 但对我来说 其实有一首歌 我认为它是一个 可能 应该也是非常大 非常多的朋友都有听过 这首歌也是李泰祥老师所编曲的一首歌曲 叫做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这首歌非常好听 这首非常非常好听 对 但虽然我这一把吉他没有办法弹出它原本的那种编曲的那种味道 是 非常好听的一个编曲 但是我今天想要用简单的吉他的弹唱来跟大家来重新分享这首歌 好 那听说你今天安排的也不是橄榄树跟孟田耶 你今天竟然带来的是另外一首 我觉得也是很好听的九月的高跟鞋 对 没错 因为 因为 我觉得应该就是要来一个不一样的 对 因为这个毕竟第一印象大家都有 而且这些资料也都找得到 我们应该跟大家多分享一些不同的 对不对 没错 我来唱一段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好吧 OK 雨在风中风在雨里 你的影子在我脑海摇曳 雨下不停风 风吹不断雨 风静雨停 人回不去想念的你 看笑与摇曳 看不到你的身影 听微风的音 听不到你的声音 眼睛不看 耳朵不听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 哇 这首歌 其实那个 我最早知道这首歌是 一位很好很好的大哥 他邀请我们去一个地方演出的时候 他指定要听这首歌 为什么 我想因为这位大哥很特别 是一位对生命很坚韧的一个斗士 对 他本身有罹患这个癌症 但是他对这个生命的热忱 对生命的热爱 对土地的关怀等等 让他一直持续的在 为自己的生命在奋斗 那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其实也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人世间的一些 有起程转合 有很多 等等的 对 所以他把这些曲 这些音乐 他听到李太祥老师的 你是我所有的回忆的时候 哇 他就要请我们 可不可以帮我们演唱这首歌去 OK 那第一part 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这个奇遇老师 你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九月的高跟鞋 这首歌非常的好听 我第一次听我就被他收服 太好听了 对 而且你会觉得这个风格 其实你如果细听啊 会有一种奇事风格 奇事风格 因为作曲是奇起 好 OK 来 我们第一段就来带大家来回忆这首歌曲 九月的高跟鞋 拖下寂寞的高跟鞋 吃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这里不是巴黎 东京或纽约 我和我的孤独 我和我的孤独 月在悄悄地悄悄地悄悄地午夜 拖下寂寞的高跟鞋 吃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这里不是巴黎 这里不是巴黎 东京或纽约 我和我的孤独 月在悄悄地悄悄地午夜 走过了一场船的从前 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 我和我的孤独的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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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在悄悄地悄悄地悄悄地久远 我和我的孤独 月在微凉地悄地久远 我和你的孫独的高跟鞋 我和我的孤独 自äch風 拖下寂寞的高跟鞋 只自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这里不是百里 东京或纽约 我和我的孤独 约在悄悄的悄悄的午夜 走过了一枪船的从前 好像看了一场一场的烟火表演 寻理迷乱 耀眼短暂 还来不及叹息的时候 别已走得遥远 我只好拖下疲倦的高跟鞋 只足踏上地球花园的小台阶 我的梦想不在巴黎 东京或纽约 我和我的孤独 约在微凉的 微凉的旧月 约在微凉的 微凉的旧月 约在微凉的 微凉的旧月 我和我的孤独